大家好,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三,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会员去观看今天发布的全球估值分析 美联储贺皮书 经济略有扩张,企业转嫁成本的难度显著上升 美联储在对其地区企业联系人所做调查的贺皮书报告中表示 美国经济自2月下旬以来略有扩张,企业报告转嫁成本上升的难度加大 消费者支出总体上几乎没有增长,但各地区和各个支出类别的报告差异很大 周三发布的贺皮书报告称,几份报告提到可自由支配支出疲软 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仍然很高 另一个经常出现的评论是,最近几个月,企业将成本上升转嫁给消费者的能力显著减弱,导致利润率下降 贺皮书称,最新一期的贺皮书由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 根据4月8日或之前收集的信息编制而成 该报告包括对12个美联储辖区商业状况的意识和评论 世界黄金协会 美国投资者的低参与度预示着黄金涨势或将持续 4月17日,世界黄金协会发文称 3月,黄金表现强劲 黄金期货市场仓位的变化 以及北美黄金ETF的净流入 助推金价创下历史新高 支撑当前黄金涨势的基本面包括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风险 央行稳定购金趋势 以及对金市、金条和金币的强劲需求 再加上对未来利率下调的前景预判 种种迹象表明黄金ETF错过了这波反弹行情 目前配置不足 近期北美地区黄金ETF的流入 以及欧洲地区基金流出的收窄 暗示着转折点的到来 黄金目前拥有基本面的强力支撑 尤其是美国投资者的低参与度 预示着黄金涨势或将持续 这与2011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金价正处于历史高位 黄金备受市场关注 但对那些自认为以措施良机的投资者来说 处于这种水平的资产 确实是颇具挑战性的 然而我们的分析显示 黄金目前拥有基本面的强力支撑 尤其是美国投资者的低参与度 预示着黄金涨势或将持续 这与2011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除黄金外 全球股票等许多其他资产的价格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黄金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偏低 不仅因为其他资产的价格持续走高 还牵扯到金融证券的大量发行 黄金的实物供应限制 意味着金价必须承担起 维持合理资产占比的重任 目前我们尚未看到这种情况出现 这一点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特斯拉已到顶峰 没有创新就要落后 近几个月来 电动汽车的总销量有所回落 但分析人士预计 长期销售额将继续上升 毕竟逐步淘汰汽油汽车 是减少全球变暖排放的 一种有效且相对容易的方法 全球各地的政策发展 也几乎可以肯定 大多数大型汽车制造商 将在未来几年全力以赴 开发电动汽车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的PS称 任何一家公司面临的挑战 无论是特斯拉还是其他公司 并不意味着整个电动汽车行业的 厄运和暗淡 当前这种趋势转变 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拥有来自每一家 全球汽车制造商的巨大动力 特斯拉的困境 特斯拉是第一家证明 电动汽车有市场的汽车制造商 这帮助他成为世界上最具价值的汽车公司 并促使传统汽车制造商进入电动汽车市场 但最近特斯拉在创新方面行动迟缓 他已多年没有推出新车了 据报道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 特斯拉取消了推出低成本车型的计划 Cybertruck的上市伴随着诸多问题 长期以来 承诺的完全自动驾驶模式仍遥不可及 而公司CEO马斯克 也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CEO 还是社交媒体平台X的所有者 他的两极分化行为疏远了许多消费者 当前特斯拉占美国电动汽车销量的50% 低于不到两年前的65% 有许多因素导致了特斯拉的低迷 但麻烦的根源是反复无常的马斯克 马斯克是一位飘忽不定的企业家 如今他正在避开传统的汽车制造商战略 即每年逐步升级 每十年推出几款新车型 相反 他押注于重大创新 包括Cybertruck和自动驾驶模式 以重振特斯拉 据了解 特斯拉内部情况的消息人士称 如今马斯克似乎只对登陆火星感兴趣 他似乎对推出升级版Model 3的想法感到厌烦 这一战略可能源自马斯克征服世界的雄心 但在汽车行业 这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因为汽车行业是由渐进的更新和定期推出新车型来推动的 对此 特斯拉尚未发表评论 没有创新就要落后 最近的政策变化几乎可以肯定 电动汽车市场将继续增长 上个月拜登政府敲定了一些规定 要求到2030年美国的销售的新车中 至少有54%为电动汽车 到2032年时达到67% 如今电动汽车仅占美国新车销量的7.6% 在欧洲 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政府也出台了旨在刺激电动汽车采用和生产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 电动汽车很快就会变得更好 预计电池将变得更轻 更强大 续航里程将会改善 价格可能会下降 这些进步将使一些新公司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市场份额 特别是在特斯拉没有跟上最新功能 或推出新车型的情况下 当然特斯拉短期内还不会消失 它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电动汽车销售商 市值是福特的10倍 而且北美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 都已同意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 而特斯拉没有任何迹象 表明它在放缓充电器的建设速度 但是如果没有新一轮的创新 无论是新车型 更长续航里程 新功能 还是大幅降低的价格 特斯拉将面临落后的风险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 纳指期货下跌1.1%左右 我们看到今天的阴线 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对吧 中等强度的阴线 继续延续了下行的走势 那么市场的一个下跌的速度 还是比较快 感觉在数值空间上 大家感受到了 这两三根阴线的数值方向的高度 都已经顶过这么多 这些可以下来 对吧 你看之前咱们事后判断左边这边就是注定了 对吧 因为上涨的速度是越来越慢 越来越回撤 直到最近这几根就吞没掉这么多高度 是吧 那么后期当然也有可能会有反弹 但是由于下跌趋势正在形成 所以多头的回来 也暂时先当做反弹来对待 关于跌到哪的问题 其实跌到哪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就不去猜了 只要跌的健康就不去猜底 是吧 直到多头会有大K线出现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猜测 那目前还猜不到 猜不到吧 我们前天 今天周三 周一这一天我们说 大家不要急 多头不要急 人家这刚跌了一天的这种数值的 向下的一个根可以先 不可能一下就完全恢复到牛市来有 那也太快了 好不容易住一个顶 第一天就回归到牛市 玩 这不是闹着玩的 对吧 所以市场呢 它存在着一定的趋势性 或者是一定的惯性 就是说 你得给资金反转的这种思考过程 还有配资的过程 或者说资金入市 或者离场的一个时间 要不然啊 这谁玩不起啊 这上残下跳的 对吧 好 大家继续画好陡峭的趋势线啊 趋势线呢 稍微给一些反弹的空间啊 因为啊 你也不确定 它到底什么时候反弹 反弹的高度是如何 因为熊市 或者说啊 这波回撤呢 它也会有很多这种反弹啊 好 这是科技股 楼宿小盘股 今天也是跌的比较健康 今天的K线呢 是小幅冲高了一丢丢啊 然后呢 又砸了下来 我们说多头的回归 必须得强劲 今天是多头吗 不是 是阴线 而且得连续的强劲啊 所以巴刀还没有一瓶啊 第一瓶呢 就是阳线啊 得是漂亮的大阳线 对吧 那么现在不行啊 道指今天跌的幅度不是很大 但今天是阳线吗 不是 今天下跌百分之零点零几啊 今天是十字星K线 说十字星K线有没有可能指跌啊 有啊 但很可惜的是 我们这里呢 是顺着近期的方向猜啊 只要不是大阳线啊 都往往下猜 是吧 他可以直勾勾的向上 也可以直勾勾的向下 好 你看 之前历史上都是有很多直勾勾的行情啊 向下也可以直勾勾啊 双向的 好 传统股呢 今天有一点点的这个这个停顿啊 嗯 好 标普全天下跌百分之零点五六 是阳线吗 不是啊 跌得非常的舒服 是吧 好 那后续 再看哈 先先 今天啊 这个K线比较清晰可见啊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今天下跌百分之零点八啊 我们看的是日线就可以了 大部分ETF是不加杠杆的啊 不要加杠杆 加杠杆的一般都是日内交易比较多啊 那么日线级别不加杠杆的这种啊 方向目前的多头行情还没有被终结 今天的阴线强吗 在日线级别比较来看不强啊 暂时呢 还不猜定 直到他用大阴线去破掉这根趋势线为止 今天的阴线比较犹豫哈 空头比较犹豫 那么这样的话还是有可能继续涨一涨 不过呢 这波多头波段已经较为陡峭哈 还是要提防一下 但是啊 黄金的难点就在于他什么时候见顶的问题 那历史上也有很多直过后的行情啊 好 这是黄金的一个非加杠杆的一个预期哈 好 这是核心的 我们看一些热股 那么半导体行业 SOXL 今天跌的很舒服吧 很健康啊 今天的阴线比较确定吧 跌到哪 跌到哪都有可能啊 你看上一波跌这么深 这一波有没有可能跌的更深呢 有啊 你看 对吧 所以呃 我们是波段交易者 我们是顺势交易者 虽然我们不做空哈 但我们啊 之前离场什么都属于多头离场 或者是也是一种做空的方法 那么做空的交易者呢 理论上目前还是空头波段 多头什么时候入场 不要急嘛 对 不要急啊 这么大的阴线 招什么急 是吧 应该等一等啊 再等一等 再看一看 让他发酵一段时间 让他的趋势动一动 动一动 他去抄底 不是可以抄到更多的反弹空间吗 那么现在你不能着急啊 这是半导体行业 那今天盘前阿斯曼尔就有些异动哈 果然哈 跳空低开了 那么这样的话 大阴线和我们的半导体行业整体还是一致的 那我们呢 啊 就应该等待这边下跌的一个 我们扇一扇哈 等待下跌的一个止跌就可以 我们应该画好下跌去 整体大趋势线 同时画一个局部的下跌趋势线 那么上涨趋势线呢 画一个长一点的吧 这其实不容易画哈 其实 先画一个示意吧 那你看 这样跌到这根上涨趋势线附近还早呢吧 距离上 说历史上有深跌吧 有啊 一定要看一下左边哈 什么图都有啊 不要不要急 这刚刚摆脱顶部的这种感觉哈 那么下来了 好 后续有小反弹能朝底吗 不能哈 小反弹是不行的 得右侧底才能去做 他可以直勾勾的向上 也可以直勾勾的向下 所谓的直勾勾运动就是比较顺流 没什么阻力区啊 这直接就上去了 那么下跌他就没有什么支撑区了 很显然他也可以反向直勾勾的运动 有人说这左边都是支撑区哈 我们不是太相信支撑阻力区 对吧 妙吧 所以啊 你坚信的一些理论 我们这里都要推翻哈 不信 那么我只信趋势线哈 通道线也不是太信 好 这是半导体 我们看一下DKNG DKNG今天有点那啥了哈 应该离场啊 考虑到大盘的风向啊 那么这些图都应该离场 同时画好下跌趋势线 在上一等半呢 画好下跌趋势线 等待右侧 长不动啊 有点长不动 只要大阴线不断的出现啊 多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 AMD呢 跌得很舒服啊 很顺利 好 我们看一下美光 美光也应该是这种情形 再跌的话就应该离场了哈 我们近期呢 应该调整下跌趋势线 其实你看到英伟达跌了你 你其他图你都崩了 太琢磨了 都应该卖 是吧 这角色比较简单 说万一再涨上去呢 再涨上去不是下跌圈右侧 再去做了吗 对吧 再去再去做 市场啥图都有 但是你你感觉是市场不妙的时候就得跑啊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是不是这样 英伟达我们昨天感受到多头的这种犹豫 我们怎么感受到的呢 因为昨天的阳线太小了啊 这个阴线的高度都比他大哈 所以多头回归的意愿并不足 你看今天就是一根强度比较大的阴线了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应该跑吧 嗯 画好下跌趋势线还 这个等待右侧点位再去做了 说跌到哪儿啊 英伟达 跌到哪儿都有可能啊 咱们不是说乱说啊 跌到哪儿都有可能 你看历史上 对吧 嗯 这就是市场开始开始开始跑了 说再上去怎么办呢 怎么在右侧 他就是说 怎么说呢 我们不能绝对化哈 他如果不想伸跌 他必须得止跌啊 必须得止跌 就这大阳线出来 是吧 逆转这根下跌趋势线 是吧 看这样子有点难度哈 有点难度 所以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图继续跌 就应该跑掉了 也是说 我要信仰长池 长池到十年之后 跟我无关哈 我看不到那么远 跟我无关 AVGO也是要往下低哈 那这个位置还真有可能是双重顶 或者是大型高位震荡哈 多头应该减持 是吧 应该进一步减脏 今天的空头可以像还是比较强哈 阴线比较强 我看一下优步也是如此哈 都是有筑顶的嫌疑哈 所以多头哈 一定要离场 是吧 涨得太高了 也可以跌得很深哈 啊 PLTR这种图也是哈 我们之前就说小盘果 遇到震荡行间就应该减持 老是看着指不指不了跌 去还离场 下低趋势线画好 是吧 好 高通 嗯 不行啊 高通连着三天是阴线啊 那么这样的话离场吧 他高通这个图还是比较清晰啊 这长的趋势线已经被其实上周就破下来了啊 那么这周啊连续的下向下措 就是说确定空头行情是吧 画好下这趋势线 可以了 好 这些架构就感觉还市场还得跌 我们看一下 smci smci今天是阴线哈 所以这里还需要止跌才行哈 不能止跌的话 他也完全有可能再跌下来 我们说多头的回归 得连着强劲哈 这 昨天强劲了一下啊 今天就 尾了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怀疑哈 跌下来就彻底离场 再我是说啊 接下来再跌回来的话彻底离场 嗯 这是龙头 龙头股麦他 看着不妙吧 我们的计划什么来着 再下挫就应该进一步减持哈 然后啊 接下来一两个交易日 或者是跌破这些支撑区的话 应该彻底离场 因为因为我们也猜到 猜猜测一种情况 就是高位横盘的时候 所以呢 再给他最后的离场位 支撑区都跌破的话就要离场哈 我们对龙头股多都会多 给他多一点概率哈 就是说他不深迭 但是啊 这龙头股也可以深迭哈 亚马逊今天非常漂亮吧 空头 跑掉吧 龙头股唯一的就是有可能大型高位震荡啊 但是大型高位震荡也没什么利润呢 所以还不像减仓的啊 特斯拉今天继续是给出阴线 昨天是阴线啊 昨天是跳空低开往下砸 全天是阴线啊 那今天又是阴线 猜底吗 不猜 画好下跌就是线啊 再画一个陡峭的 说这样的话还得跌呀 我们说市场的底啊 永远也猜不透啊 因为你猜顶的时候也比较难 猜底的话 他就我们之前有一种理论 大家 我还有点印象啊 就是说 A B C 下来啊 到50块钱 60块钱 这种 当然这 现在我的一种想法啊 或者是一个大C往下走 是吧 比较乐观的情形是在这里震荡 是吧 无需震荡 横盘 悲观的情形是 A B C C 下去啊 所以 极外悲观的情形就是往下跌 所以大家要考虑到这种情形啊 我记得我们在牛市中猜的时候 猜顶的时候 多次离场点 没啊 后边也猜到了这波下跌 是吧 那么这波上涨也猜到了 这波 近期的这个走势呢 也很复杂哈 我们 各种波段化处理的一种方式 那么现在这波下跌呢 可能也比较复杂哈 所以一定要想象到深跌的可能性 好 这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叮嘱 我们看一下微软吧 微软也是下错了哈 下跌反弹 确定啊 空头确立了空头趋势哈 呃 奈飞啊 应该是要发布财报哈 大家可以待会再看啊 奈飞啊 如果跌或这个中间这根横线啊 那应该离场啊 看一下他财报的表现 我们明天盘前再看 啊 这个奈飞 好 我们今天先这样啊 呃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去观看会员视频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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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